很久很久以前在激公还是小龙尊者的时候 恶龙肆虐人间 佛祖命他和金翅大鹏随众罗汉将士降魔 不想金翅大鹏昏食恶龙之后被他念反食 小龙尊者则度化恶龙之子归以我佛 称其为玄天碧火龙 佛祖念小龙尊者慈悲为怀 将最后一个罗汉金身授予了他 这金翅大鹏更加不满了 小龙把金身交出来 小龙罗汉一个翻天印 再来一个飞龙在天 直接把金翅打怂 小龙自毁罗汉金身 与金翅同归于尽 小龙投到人间 从此人间有了个叫李肖源的孩子 这家伙老调皮了 没事就给牛魔王吃辣椒 搞到村子里天翻地覆 俘虎罗汉化成和尚 带着猫咪老虎暗地里寻找小龙的转世 金翅鸟也有很多的小弟 他们被黑化 但是至少不得行 看看这只鸟卡在树上 鸟蛋都被卡出来 李肖源为给老妈治病 来鸟洞找鸟蛋做药引 这时一只金妈妈回家了 金妈妈说 这些蛋都是她下的 一颗金蛋看上了李肖源 硬是要粘在手上 拿着金蛋之后 李肖源瞬间魔法附身 其实这金蛋就是一颗龙蛋 李肖源拿着蛋蛋到处游 居然要孵化了 金蛋释放出今生的能量 化成悬天壁火龙 俘虎赶紧到火龙出世 赶紧将小猫咪变成大狮子 去找寻壁火龙 李肖源第一个找到小龙 里面付出的这小家伙 实在是太大萌了 可李肖源嘴里 全见到这 拿回去给老妈炖药吃 李肖源自从带回小龙之后 家里口粮 每天都会被偷 这壁火龙本是小龙的坐骑 可惜人家根本不记得前身 只想养着 给老妈做药 李肖源抱着小龙去买酒 小龙掉在酒缸里喝水 这火龙遇到酒 酒馆都被炸翻天 喝醉酒的小龙 接着攻击 追着老板烧 喷出来的还是三味蒸火 烙腾之后 小龙又掉在烟火店里 一屋子的烟火被点燃 这下村子里 是彻底容不下小龙呢 李肖源带着小龙离家出走 以前是排阵龙顺 小龙龙 现在龙龙平阳 变成了小虫虫 小龙不有感叹 这片大鸡鸟 怕救了很多小弟 黑压压一遍袭来 老爹知道 大事不妙 爱领村民抵御黑鸟 黑鸟抓走了村子里 所有的小孩 李肖源一人做事一人当 决定去救小孩 小龙也出来 答应帮助村民找小孩 大鸡鸟的老巢 在水灵洞里 小龙 熟火 怕水 中途肖源还给他做人工呼吸 可是我的初吻 大鸡鸟很是生气 抓了这么多小孩 一个都不是 小龙红上一只黑鸟小弟 成功拿的钥匙 带着孩子逃出来时 还是被看神鸟发现 李肖源抓着小龙当手枪 这手枪实在是太厉害了 一口唾沫 一个小兵 还不用上子弹 大鸡鸟派出精灵阻拦 小龙不小心 自爆家门 说李肖源就是降龙罗汉 混乱中 李肖源掉落悬崖 不但没被摔死 还决心地体内的罗汉精神 一招 梵田印直接把精灵打残 完了之后 俯虎罗汉 骑着猫咪也来帮忙 李肖源被打到的罗汉寺 俯虎说出了他的身世 肖源老爹 不得不接受自己儿子出家的事实 寺庙外 小猫咪和小龙 已经成了好朋友 小龙出现之后 大鹏决定亲自出马 俯虎离开之前 留下一只小魔杵 小魔杵立下结界 妖魔不可靠近 小龙骑着攻击吹牛 可以帮他加持精神 其实就是去投小魔杵 小魔杵拿走之后 李肖源从小魔杵里 获得了精神的能量 一下子能毁天灭地 李家结界消失 肖源老妈被精灵杀害 从此李家家破人亡 肖源就才知道自己完大了 李肖源痛定思痛 知道自己的使命 就是阻止大金鸟 寇谢父亲的养育之恩 从此李家出走 从这之后 肖源拜师 俯虎罗汉 法号道计 只要修心完成 他便能同归罗汉 小龙看到主人 心里也很是难受 在俯虎罗汉的帮助下 李肖源进入了修心界 精神也即将铸造 可这个时 肖源的老爹 却忽然叛变 不顾儿子的死活 强者的精神 这下出大事了 李茂春拿着精神 想自己加持 对抗大金鸟 还没三秒 就被精灵抢走 精灵带着精神 献祭大金鸟 大金鸟融化精神 铸造了新的身躯 随着大金鸟出山 村子随即燃起大火 整个村子即将被烧毁 俯虎其当法印 暂时布下结界 李肖源也布下罗汉法阵 可惜 在大金鸟的面前 罗汉法阵 根本不敢一击 俯虎罗汉 骑着小猫咪冲出去 小猫咪对抗飞来的黑鸟 俯虎则与大金鸟对抗 可惜凭两人之力 根本不是大金鸟的对手 小龙在这时 也爆发了小宇宙 原来他装成小龙 只不过是为了保存实力 李肖源得到小龙的帮助 瞬间燃爆了战斗力 俯虎和小龙联合对抗大金鸟 没了精神的两人 还是被碾压 丢到地上 布下的结界也瞬间破灭 村子就这么彻底没了 李茂春自知自己的愚蠢 听见所有 打败了精灵鸟 为了借儿儿子被万箭射死 家人死后 小别人大车大握 在梦境中 觉醒了小龙的战斗力 他拿着小鼓 为老爹超度 随着一道金光落下 终于变成了小龙罗汉 今生本无相 万象皆为心 没了今生 小龙罗汉 依然战斗力爆表 一招必杀技 翻天印 一大嘴巴嘴下去 直接把大金鸟拍死 大金鸟的人形被毁 变成了大金鸟原形 大鸽鸟想以大 碾压对手 万万没想到小龙比他更大 就这样 小龙用一把破扇子 干掉的大金鸟 那些黑鸟 也变成了乖乖小鸟 小龙用今生的重塑力 让村子重新恢复生机 事件又一片傲然 李小元又变成了那个小孩子 只是现在的父母 已经不认识他了 没定不晓定 换那些关注 西瓜肯定 本次我们来源 动画店 技工之 小龙降世